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受到驚痛、手腳冰冷、便秘或失眠這些困擾呢? 今天我就想繼續跟你們說說我的養生之道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過一些我的養生生活習慣或者養生的食療 可能你會覺得早睡早起,趕就容易,做就難 做運動又沒時間,去gym room又覺得很貴 煲湯又麻煩,連沖薑巢也懶得出去買 究竟有沒有方法又容易又快,在家裡做到還要便宜的呢? 有啊,一天15分鐘,每天5元都不用,就可以解決到我們剛剛說的問題 想不想知道是什麼呢? 我們這次所需要的工具,只需要一個桶和水就完成了 我想應該也有些人猜到的,就是浸腳了 其實整件事真的很簡單 只要你每一天吃完飯兩個小時之後 即是你平時躺在床上,沒有東西做,玩電話的時間 變成浸著腳玩電話 那就做到一個非常好的保健效果了 當然,我們不是只用清水去浸 亦都不要這樣做 因為皮膚是有少少吸水的能力 如果就這樣浸水,反而是會腳腫的 那不用清水,我們應該加些什麼去浸腳好呢? 我自己就有兩種選擇 第一,就是一些含有中藥成份的浸腳包 其實我沒有特定買哪一個牌子 通常都是用完之後,我在街上看到 那些成份是適合我自己喜歡的那些,我就會買的 我會著重有薑、艾和紅花這三樣東西 薑和艾都可以令人熱一點,驅風、驅寒 以及血氣運行好一點 就可以解決到你手腳冰冷 然後長期連續去用,亦都可以改善到經痛 以及整個人的血氣運行好一點,之後亦都會好睡一點 所以失眠這個問題,都有少少的改善 還有,如果是消化系統停滯不前 那你個人有些血氣運行運行 都可以改善到我們便秘問題 所以我就喜歡用這個 還有,紅花這件東西可以活血化魚 譬如你M度的時候 有些人比較顏色深一點 或者甚至有血快出現,是會有改善的 但不是浸一次半次就可以了 所以要連續去浸 但是M度的時候,驚奇的時候,就不要去浸 不然可能跑得太好,就不要了 除了這些中藥的浸腳包之外 我亦都會用死海鹽,混合茶樹油 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話 都應該知道我浸肉也是用這個組合的 因為其實不需要每天都用到中藥的藥包 那麼有藥性 有時候用這個死海鹽和茶樹油 它可以幫助消炎、抗菌 還有,如果皮膚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做到一個修護的效果 那為什麼我會說到這麼便宜呢? 就是我一買,這裡是5公斤 如果你只是浸腳的話 這裡是可以用到半年左右 只需要150元而已 所以你回去,一天都可能1元左右 之後用茶樹油也一樣 你買的時候,一瓶小瓶 你滴三、四滴下去就夠了 所以又是一元的事 所以超級無得便宜 是一些中藥的泡腳包 就封劍猶人一點 大家可能出去要不同地方價一價 就可以找到一些比較相宜 但功效又好好的泡腳包 那麼你可能會問 是不是一定死海鹽 我用普通的鹽可不可以? 如果是幼鹽就真的不好 因為幼鹽是用一些化學精製出來的東西 反而粗鹽或海鹽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死海鹽含的礦物質比起一般的海鹽或粗鹽高很多 你們也聽過了 濕疹皮膚或有問題的皮膚都會推介用死海鹽 所以如果皮膚沒什麼問題的話 用它是一定不會敏感的 當然有些人對鹽敏感 我不知道 但我想大部份的皮膚都可以處理死海鹽 好了 分享完一些浸腳用的材料 不如說說工具吧 我不是用什麼很華麗的東西 應該每個人家都會有這些膠桶 當然 像外面按摩店用木桶就非常好 但家裡不會無緣無故有一個木桶 所以膠桶也可以 但不要用金屬桶 因為跟中藥也好 鹽也好 可能會有些化學反應 我自己會用一個桶 比較有一點深度 不會是很淺的那些 因為我浸腳會浸到腳裸位以上 即是小腿中間的位置 才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幾十元一個在雜貨店買幾年 這個我都不知道買了在家裡多久 說完桶 我們就說水溫 我自己是用大約45度的水 即是水浸下去 你會覺得很舒服 好像浸在溫泉一樣 但又不會很辣 因為你如果不夠熱 你做不到血液循環 令到人有溫暖 滾到整個機能的感覺 如果我用到這個45度水溫 浸的過程中 我會有一點微微的霧汗 整個人會由腳開始暖到手心這裡 是非常舒服的 太高就不好了 千萬不要為了覺得 要熱就可以了 去到很熱的水就可以了 不好啊 是物極必反的 然後要注意的就是浸腳的時間 我自己就會大約浸15至20分鐘左右 都是自己冒汗 人有那種溫暖 開始熱的感覺就足夠了 千萬不要浸太久 如果不是你出汗太多 反而會脫水 又是物極必反 所以不需要覺得 哇 那我這麼久沒有浸 今天浸夠一小時了 千萬不要這樣做 除了時間的長度之外 幾點浸都是一個關鍵 我自己就會習慣吃完飯 兩個小時之後 消化好了 十點半左右就去浸腳 有時候你會說 哇 那我今天打火鍋 打到十點多 兩個小時之後十二點浸 OK啊 我兩點多才睡的 沒問題啊 這樣就不好了 因為去到某個時間 身體內臟都開始 要休息了 要睡覺了 要回復的時候 你先來浸腳 又回復一次 其實就沒有那種 很好的效果出來 所以大家都盡量 十點多 十一點左右去浸 就是一個最好最好 令到這件事 效益最大的一個時間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歷 其實由我有驚奇開始 小小時候十多歲 經痛已經跟我融為一體 我已經去到一定要吃止痛藥 然後還是趴在床上移動 一定要請病假 還有會痛到想吐 那時候呢 看中醫 看了一兩個月 沒那麼痛不看又回來 之後又痛幾年 然後又要想方法去解決 直至呢 就是去到浸腳 或者浸肉了 當然浸肉就花時間一點 所以就把它減化為浸腳 就發現整件事是改變了我的人生 不是說浸了兩天之後 下次就不會痛 不是的 一開始我記得 我是浸了兩個禮拜左右 每天都這樣浸 接著呢 到驚奇來的時候就停了 那一次就會發現 沒有那麼痛了 好像少了一點點 對啦 然後呢 就變了做隔日浸 之後那個月呢 就會再沒有那麼痛 不用吃止痛藥了 再之後呢 就可能兩天浸一次 這樣 我慢慢發現呢 經痛不見了 完全在我人生中消失了 是不是很神奇啊 還有呢 我發現浸完之後 人睡覺的睡眠質素是好很多的 以前呢 我睡醒的時候 會覺得 那個人還是很累啊 很重啊 好像睡了 都不覺得自己回復了的感覺 那但是呢 我發現 有浸腳那一天呢 是醒的時候 那個人是輕了 然後 不是磅數的輕了 就是整個人鬆了 然後是精神地這樣醒 是非常之好的一個 extra bonus 所以呢 如果你有少少失眠的話呢 你試一下去這樣浸腳 是會 那個人有睡意多些的 是浸完腳之後呢 你在皮上會覺得自己很和暖 就會很好睡的了 那一天 我真的很想告訴大家 其實養生呢 不是一樣很麻煩 或者要用很多錢 要用很多時間 很難做到的事情 很簡單的 每一天 或者每一個星期三四十五分鐘 只是用水的 只是買少許東西 就已經做到的事情 那大家不妨可以試一下 由一些簡單的養生方法開始 慢慢去調整到 一些更加多的生活習慣 或者一些食療 你看到它有效 你就會覺得 這樣做是值得的了 是真的好的 那你就會開始鑽研這件事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 當然啦 可能有些人是高血壓 或者是糖尿病 那些 適不適合浸腳 大家都可以問一下醫生 我自己也是分享一些 少少經歷 自己的經驗出來的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間雙星期日 就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